嗨,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周五,昨天去替理发了,原来好久以前就想去理发,然后呢,看了一个视频啊,说杰森老师不愿意说叫Brian不要去理发,发现这个理发感染率很高啊 那么昨天呢,终于鼓足勇气,因为自从封城以来啊,洛杉矶封城以来呢,就没有理过发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一头长发啊,最近的运气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想呢去改变一下我的命运,我昨天去理发了,去了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叫Supercut,我记得呢,当时啊,我去有参加过一个conference 然后当时有一个newsletter的人呢,我也在看,然后他推荐了这一个叫,他有一个newsletter叫小城,成长小盘股的这个newsletter,他推荐了这个supercuts 当时呢,我也是刚刚入门啊,9697年啊,当时他的目标呢,好像是10块钱吧,所以呢,我当时就就就就知道这个supercuts呢,是一个上市公司啊 来美国这么多年呢,只去过supercuts两次啊,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10块钱啊,外面标语啊,都有的啊 呃,这一次去呢,我觉得呢,第一呢,是比较干净,我曾经在这个直播节目跟大家吐槽过 就咱们这个华人区里面啊,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哥们啊,就已经开了啊,他说可以理发啊,但是我很害怕啊 那么这次到supercuts呢,因为啊,有一次路过啊,看到外面排队啊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比较干净老外,昨天呢,亲自去体验了一下 那么啊,回到家呢,感觉不错啊,第一呢,老外的理发呢,非常快,在10分钟之内就把我这个接近三个多月的这个长发呢 10分钟之内就就剃光了啊,第二呢,这个style呢,有点和咱们华人给我理的 这种越南style,香港style,上海style有点不一样啊,第三呢,价钱也比较便宜 那么同时呢,我也跟这位理发师呢,聊了一下,我说你们是上市公司吗 他来公司已经九年了,但是他说他不知道 这个公司呢,叫supercuts,那回到家呢,我就给自己呢,这个做了一个研究啊 就叫supercuts stock,那么我发现了这个公司呢,97年的时候啊 来看一下97年,差不多是10块钱啊,那么后来涨到多少啊 97年,98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0块钱吧 后来来回增持以后呢,最高到了40块钱啊 40块钱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他叫rages 如果点击他的页面呢,他有不同的这个franchise 根据这个market smith的介绍啊,他总共大概有7000,总共running 7145家 那么今天为什么我在话题中要讲到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每一次呢,上次呢,我做了一个solo的实地检查,实地考察 啊,这个呢,supercuts啊,啊,我看了他的整个的运营啊,看了他的报表 他的现在的市盈率呢,只有7倍 但是呢,他在13年从一分啊,一毛八一直啊,到现在最高2019年,他达到了一块四毛二 啊,一块四毛二的每股盈利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在今年的,去年的2019年的10月28号呢,曾经有过一个23块钱的一个高价 然后一路暴跌,最低呢,跌到四块钱啊,最低四块钱 如果我们按照三毛一啊,市场的预测呢,就是开始往下调了 因为coronavirus的关系呢,最近他们的生意呢 啊,原来我说你生意怎么样,他说生意非常好 每天每半个小时就有人来 我昨天刚刚理完啊,包理发,包洗头,包吹,吹也是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发师啊,他的那套功底啊,非常不错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分析师预测,一块四毛二,一块零一,一块三毛一,三毛一的话 他总的市值不到两个亿啊,大家刚刚看过他的页面啊 所以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呢,你去,很多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平时啊 多去分析一下这些公司啊 如果按照三毛的话,我们乘以十倍的市盈率,那么只有三块钱,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股价呢,也是相对来讲偏高 第二呢,这个股价呢,没有任何的想象力 理发嘛,每个人都要理发,每个人都要,都要美容 但是这个行业的竞争是太激烈了 除非呢,我觉得呢,如果按照他的,如果你去买价值股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研究一下,因为毕竟他每个季度啊,都在 都在,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在想推出一个 crazy老王crazy数钱的小股票啊 小股票串栏 那么如果说十块钱以下,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target 因为非常逗啊,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exciting的时间 但是,如果它它的股价,比如说十倍的市盈率三块钱的话 那我觉得呢,值得你注意啊,值得注意 那么在美国呢,其实有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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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公司 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啊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投资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呢,是每天啊 都需要有机会呢,去接触啊 那么说到今天的行情呢,今天行情呢,可谓说啊 一波三折啊 那么很多朋友呢,最终呢 给了我在尾盘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特斯拉一路的飙升啊,一路的飙升 所以呢,我就喊了一单啊 大家都一致公认啊,说 从微信啊,从这个直播间的大家讨论区都说中文网上里面,我老王是最感,最正确的,每次喊特斯拉都是对的啊 我记得我开始这一波是1月9号,进行了特斯拉的一个看涨期权的call 当时我把价格放进去了,但是没有买到 不过anyway,随后呢,我就买了这个另外两只Beyond Meats和这个Terry 因为同样他们的比例非常高 那么昨天在彭博啊,Bloomberg有一篇文章呢,说特斯拉已经有200亿美金的这个股票的做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篇文章啊 那么200亿美金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怎么去找这篇文章呢 呃 大家可以看哈 呃 这个好像和昨天我找的有点不一样 特斯拉啊 昨天有一篇文章是 我自己看了啊,大概有200,200亿美金的一个做空盘啊 哎,这个 好anyway,今天呃,我待会会放在这个我的直播的下面啊 上面把这个连接放,或者放在这个测区讨论 anyway,很多朋友都说老王你这个太神了啊 怎么能够啊 总是说的那么准啊 其实我坦白来讲我 这个受了很多 大家的这个鼓励啊 很多朋友说老王你这个如果专注特斯拉的话 啊,我觉得会非常好 那么我觉得我的最大的问题呢 是今年一月份开始 我其实是从做空 UVXY 买UVXY 买SPY 啊,那么上 这一周呢 啊,我 我认为呢,机会来了 结果呢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行情呢 出现了急剧的变化 第一呢 Gillia Science 啊,瑞希韦德 他们又出了一个药 说能够提高存活率达到60% 啊,同时呢 啊,BTNX和这个Pfizer 或者说Shering Cloud 合作的这个药呢 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其实看到啊 这个行情呢 啊,进行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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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幅的一个变动啊 出现了一个大涨的行情 如果我们回顾股指期货的话 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行情呢 呃,非常非常的妙啊 在8点钟的时候呢 来到了,呃,在3点多的时候呢 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 这个行情呢 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低 然后呢 由于瑞希韦德的药呢 使得这个股价呢 出现了一个高开 高开,然后盘整以后呢 今天在银行和油价 昨天被贬低的这些股票呢 呃,带动下呢 出现了一大幅的上涨 QQQ呢 今天呢,没有怎么涨啊 那么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都比较累 但是啊 我觉得呢 今天的行情呢 彻底啊 是让我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下周呢 有很多的这个金融公司 将会报业绩 所以昨天啊 Brian做了一集 关于这个银行股的事啊 那么我觉得呢 当时我都觉得认为JP Morgan涨不起来 但是这个JP Morgan啊 非常牛 然后带动了这个Exxon Mobil啊 等等这个啊 原来比如说啊 疫情的关系啊 很多不被看好的 比如说CCL今天是报了业绩以后呢 他们表示好像要收贵一家公司 这条新闻就让我看到非常impressed 涨了10% 然后呢 迪士尼呢 周日呢 将会开放 迪士尼World 这是又是一个利好 所以外面呢 虽然有一些我一直在说的香港啊 这个 第三 香港的周一学校关闭啊 那么有一种新冠病毒 但是现在的市场的情绪呢 非常非常的激啊 那么可以说这个啊 我做UVXY啊 SPY的PUTS啊 这个都啊 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我想呢 就是把我自己好的东西啊 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那么积极的看多啊 可能心理的障碍是非常大 心理的障碍就是说 哎自己看到的 因为因为冠状病毒的关系 自己锁在家里 然后呢 看到外面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 有点非常不像大抗的时候 其实大抗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兴奋的啊 那么看到的都是一些 非常灿烂的未来 比如说亚马逊啊 什么 那么有些朋友说 哎这次特斯拉的一波大涨啊 非常像2000年时候的牙虎 由于他要加入这个S&P 500 结果涨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第一波加入S&P 500呢 这个泡沫就结束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特斯拉造成特斯拉大涨的 一个原因啊 那么在briefing的收费页面里面呢 他讲的比较清楚啊 他说这篇文章的也非常逗啊 主要的原因呢 第一点我来总结一下 7月22号将是特斯拉报业绩的 这一天啊 那么市场预测呢 将是亏损三个亿美金 或者一块七毛三一股 在第二个季度 但是呢 如果这一个季报啊 7月22号 这一个啊 业绩 呃 星期三 7月22号 如果业绩爆出来 非常好的话 这个特斯拉就qualify 这个s&p500 如果进入组成股的话 那么指数基金将会去满 所以特斯拉昨天呢 的彭博的报道呢 就是说 他有二十二百二百一美金的一个做空盘呢 这个做空盘呢 将会带动这个特斯拉上涨 所以呢 呃 我们要下周 我大胆的预测特斯拉会到两百块 两千块钱 首先会到两千块钱 那么特斯拉在9月份呢 他有一个sharehold meeting 还有一个battery day 就是第二点上涨的原因就是 特斯拉的这个battery day 将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因为特斯拉如果它的电池 它的续航能力啊 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啊 有所大幅提升的话 那么我相信特斯拉将会有一波 非常大的一个上涨行情 还有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特斯拉的Elon Musk 昨天在上海举行的 当然是virtual conference 讲AI 人工智能的大会上 马云啊 李延宏啊 百度的李延宏啊 都去了 Elon Musk呢 就说这个特斯拉的自动汽车呢 驾驶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 今年的会推动自动驾驶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 电动汽车 我一直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Lift Lift这个和Uber竞争的这家公司呢 他在他在这个前一阶段的说 在2030年他下面的驾驶员开的车 必须是电动车 虽然从2020到2030 这一个阶段 我们还有十年的时间 但是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statement 巨大 巨大 这个呢 就是说 未来的汽车将是 未来汽车将是电动车 所以而且呢 这个无人驾驶这个东西呢 将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东西 那么无人驾驶谁说晶片呢 NVIDIA NVIDIA 425块钱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从下周开始呢 我将会着重 就是关注大的股票 因为我内心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悲哀 悲伤 怎么说呢 压力太大 所以呢 我会非常 对看涨的股票非常担心 说手说脚 如果我能focus在特斯拉的喊单上面 我相信呢 将会有非常大的进步 希望大家点赞 加油 加订阅 那么如果大家下星期 喜欢看我直播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Crazy Mr. Wayne 2020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特斯拉 这个Elon Musk 已经成为了 已经成为了 超过巴菲特的第七大富豪 那么我认为哈 特斯拉为什么 很多朋友说 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说特斯拉会涨很多 下周 因为特斯拉 它的特点 就是一只 一直 大家认为 特斯拉的Elon Musk 就是Thomas Edison 发明电灯的 这个 发明电的 这个爱丽森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 好 所以他呢 这个无人驾驶 这个技术呢 是Nobody can break 有的朋友说 这个 这个 比如说 做车方面 未来汽车 有的人说 老王你这个未来汽车 做空怎么样 我觉得呢 因为我经历过2000年的泡沫 我知道 有的时候要做空 但是我的是 我认为泡沫 你永远不要去含空 甚至去做空 做空了 输了一定要出来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 所以老王呢 他依然是所有的这个喊单里面 每一天把自己的交易记录都写出来的一个 一个朋友 不是说一笔混头账 所以下周 希望跟着 关注特斯拉的朋友呢 加我的微信 那我的微信呢 是 crazymisterwin2020 有位朋友 在今天留言中 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他 他说老王你如果 你如果focus在特斯拉上面 你今年能够赚1000万 离开你的一个亿的梦呢 不远了 我觉得这位朋友呢 说的非常非常好 我有缺点 就是我一直拘泥在我过去的一些 封工危机或者辉煌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股市值在变化 比如说uvxy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股票 因为我靠他赚了很多钱 也靠他赔了很多钱 但是赚的钱永远比赔的钱多 但是这一次呢 有的时候呢 当你加仓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个是走趋势 买了赚钱了 然后下一步又赚钱了 我就想加码 而这个加码的时候 市场烦起来 因为现在市场非常非常的强 如果大家看QQQ的话 这个呢蛮吓人的 虽然很多人都说 哎呀无法理解啊 这个QQQ啊 怎么会涨那么多啊 我待会还欠大家这篇文章啊 所以呢我待会呢 会把这个连接 发到这个社区群里 大家看一下QQQ啊 我比较担心的啊 QQQ今天的日K线啊 它下面这个DMI 已经开始转成了一个 啊我叫的我叫我叫我叫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强势上升动能指标 它已经指向了还要涨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困惑 让我非常困惑的 我唯一能够告诉大家 比大家强很多出生牛肚不怕虎的哥们 我觉得唯一比你强的就是看了很多泡沫期间的一些啊 辛酸啊历史 刚刚有位朋友啊 在群里说 怎么样WIMI今天涨很多 你怎么这样去辨别 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啊 怎么说 要有运气啊 这些小股票啊 有些朋友说哎 这个老王啊 你是最大气的 一直讲大股票 那我也要感谢我的 我的这些直播的朋友 对我不理不舍 那我有点像浪子一样 那我希望呢 能够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能够帮助大家赚钱 所以我觉得 我要我要走出这个UVXY的阴影 走出这个市场熊市的阴影 虽然这个市场出门就是一塌糊涂的市场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啊 呃所以我觉得特斯拉 如果说我的长处是邯郸 因为大家都在赞扬我 我只能说老王卖瓜自买过自夸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说话非常中肯 没有任何的虚 比较直白啊 那么我觉得特斯拉 这一波为什么还会上涨 就在于说它的做空比例非常多 第二现在是Robinhood的时代 说当很多人一股他买不起 他就买0.1股 0.2股 这是Robinhood 那么第三周末的时候 大家都说Oh my god 特斯拉要涨 大家都想不会 大家都不想miss的 这个飞快上涨的列车 这个就是上涨的原因 其实股票需要做广告 第二呢 特斯拉它是电动车里的No.1 所以它会很牛 所以我建议大家关注特斯拉 第二关于第二线股 NIO将还是会有一波上升的趋势 上升的趋势 甚至它稍微盘整以后 它可能会再度的上涨 我以前非常讨厌NIO 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 也去过它的这个萌店啊 有一位哥们 他说 他是特斯拉的义务销售员 他告诉我很多很多 关于特斯拉的一些故事 我也坐在特斯拉的车 NIO的车里做过体验 但是我对NIO一直不感冒 但是这次李斌呢 在几乎破产的前景 这个环境下逆转 这个由于美联储的帮忙 由于这个中国政府强烈推动这个电动车 由于他们的 其实他们的在在 在中国有老多了 小鹏汽车 阳光汽车 I don't know 很多很多 所以呢我就觉得 电动车这个市场 它是一个巨大的虚拟的泡沫 我认为Elon Musk 非常可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富 或者第一第二大富豪 原因在于说 他的特斯拉不仅仅是一个汽车 而是更多的是一个行业 昨天有一位哥们 在微信里 他做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NIO的汽车 NIO汽车的股票 赚了很多钱 所以呢我要再次 感谢他给我提的一些意见 所以电动车将是我一个 关注的一个板块 那么当然电动车里面有NIO 有特斯拉 这是我认为的一号和二号 第三呢叫NICOLA 叫WKHS SHLL 和SPAQ 这些股票 或者SOLO 我们都会详细的跟大家解释 那么希望大家呢 一定不要错过我周 周一的这个直播 从早上9点钟纽约时间 到下午4点钟 我自己算了一下 如果我拥有50股的特斯拉的话 那么我下周呢 如果涨到2000块 我会赚12000块 500块 这是我的想法 我认为下周呢 虽然大家都很看淡这个 或者认为 很多人问我老王 为什么你不买回调 我认为特斯拉是很难有回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来听老王的直播 如果周日有时间的话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待会会把特斯拉 有200亿美金的做空盘 我认为也是上涨的原因 我告诉我的朋友 我说你看的特斯拉 是因为太多人想上这辆车 而这辆车它的股票是非常有限的 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上升的市场 然后呢 其实我还很保守 今天也有一些原因呢 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的这个人呢 去买了这个特斯拉 all the money 比如说2000块钱的call 这个2000块钱的call 今天早上是有一块多 但是最够涨到六块 涨了整整六倍 当然我不是这种style 我的朋友 是我20年前的一个 一起工作的一个朋友 他在今年的时候 赚了差不多 最高到过900万 他就是买这种all the money call 突然在周五杀劲 那么我觉得特斯拉上涨的原因呢 是大家期待7月23号 也就是两周以后的周三 他会公布业绩 也可能被录选这个标普500 还有呢 他的这个无人驾驶已经出来 然后中国的这一个月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这个model s model 3 model y cybertruck 也在中国进行了订单 我觉得特斯拉 他在电动汽车上面 他是龙头 无论是奔驰 还是饱满 还是丰田 还是雪佛来 还是通用 都无法和他相比 好 好吗 大家加微信 大家下周呢 将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有机会的一周 因为很多朋友 就是 非常 不好意思的说 说觉得老王 讲特斯拉 讲得好 那这就是我的长处 那我的短处也非常多 那么希望大家加入 Crazy Mr. Wayne 2020 下周见 拜拜